假如从现在开始你有九条命 需要面对九个致命的难题 要是答对可以保一条命 但是如果答错了 就会减一条命 你需要用几条命才能顺利通关 第八关的问题是 假如你正在度假 只有两种活动可供选择 在鲨鱼栖息的水域游泳或是乘船旅行 直到这个号角出完后 你能做出决定的 正确答案是和鲨鱼一起游泳 不要乘船旅行 因为被鲨鱼攻击的概率极低 每年遭遇鲨鱼袭击而死亡的人数 竟然比遭遇传纳还要低250倍 我赌一包辣条 你们绝对选错了 我猜你一定打不出这个字 等打出来我就把手机吃了 下面进入最后一关 假如你站在一个结冰的湖中央 为了避免掉进冰里 你第一反应是选择快跑 还是用趴着慢慢的滑行 如果你被困在冰下 身体会强烈反应让你紧张 想要大口呼吸 一定要克服这种反应 这种身体反应会在一至三分钟里渐渐消脆 没有克服的人会在入水三分钟内就会死亡 即使你设法逃了出来 潮湿的身体也会将热量流失到环境中 甚至比干燥的身体要快25倍 如果不想办法取暖的话 可能会因低温而丧热 请快点做出答案 因为冰块正在快速融化 答案是匍匐前进 这样会增加你对冰面低受力面积 减少你对冰施加的压力 如果你要站起来 就会增加脚下的压力 站着施加的压力 是躺着施加压力的80倍 您答对了吗 数一下答完之后你还剩下几条命 评论去告诉我吧 请不吝点赞订阅